Tepoya毛利文化园 在这里进入买票 可以看这个间歇性喷泉的同时呢 也可以感受新西兰本土毛利人的文化 走 进去买票 这个右边这种呢 也就是随便参观一下 72块钱 然后左边这个呢 你看一下 这个就比较好了 4点钟开始到8点30 属于夜间厂 它呢有这个歌舞表演 还有美食 还可以看这个间歇性的喷泉 一个成人是144块钱 OK It's my name 在这里买票 可能买了票以后 我还在这等上一会 因为它下午 我还在这等下 对 144 哎呀 这就是我的票 还有手续费呢 一共是147块6 就是你现在买这种日常参观票呢 你就从这进去就好了 而我是买的是晚上夜间厂的 就是带歌舞表演 带吃饭那种的 就比较贵一点的 还在外面等一等 这么时间没到 毛利文化 他们呢也喜欢玉哦 你看 佩戴各种玉器 好了 我要在这等一等了 等到5点半 直接开饭 这个景造的还是很不错的啊 毛利人呢 是纹脸的啊 脸部会有纹身 它这图腾还是蛮有特色的 说这个4000多年前啊 毛利人的祖先呢 是从中国台湾一路南下过来的 中国台湾那边的呢 又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 这5000年的历史可以白吃白吃 终于啊 等到了5点半 嘿嘿嘿 现在是用餐时间 就在餐厅 哇哦 非常丰盛 现在没什么人 我就先吃了 哇 这一片肉也太大了吧 刚切的火腿 这个团抱对了 我就说这个新西兰人啊 做旅游 就吃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你说 抱个旅游团是不是 吃这么好 这是芝士土豆片 我前两天去霍比特人 也吃的非常好 你看今天这个 哇感觉更好 真的全是肉啊 这个团真的是报值了 来上 三个吧 小生蚝 哇哦 海鲜 确实不错 哇 这是亲口碑啊 这太爽了 这个 嘿嘿嘿 这个团抱对了 说真的啊 咱呢也抱了不少旅游团 比这贵的也有 但是要论这个吃饭 还真的 配复人家新西兰人 你看人家是做的 不管怎么说 什么菜都有 要符合很多人的口味 他不会说是 只给你搞简单的几道 嗯 这可以 我先吃这个牛肉 嗯 哎呀 我的直觉告诉我 在新西兰 抱团呢就要抱那种管饭的 呵呵呵 真的 现在是我的经验告诉你们 在新西兰抱团就要抱这种管饭的 你看这个 嗯 好好吃 这个是亲口碑 嗯 嗯 好肥美啊 跟着说 我们去海边赶海 就可以赶到这个亲口碑 嗯 就这顿饭都感觉值回票价了 那歌舞什么的都是送的 晚上还可以看 这个喷泉表演 新西兰人确实是会做旅游啊 旅游服务的这一块 尤其是吃的 刚煮的 很新鲜 我又去拿了点 这个真的是要多吃点了 搞了点这个酱油 哇 真的 这新西兰人啊 太会做旅游了 了解全世界人的胃口 嗯 要蘸点这个酱油啊 这个虾子更好吃 嗯 太棒了 这应该算是我 这么久以来 这么久以来 包旅游团吃的最好的了 这个生蚝搭配着酱油 哇 这个真的 看一下 超级肥 我这个位置才是最绝佳的位置 这对面 那个喷泉就喷了 哇 过一会我们才会靠近它 太远了不壮观 你看你看都过来了 咱这个位置绝佳 这还有奶油蛋糕 来一块来一块 怎么感觉全是奶油啊 这个 哎呀我就觉得吧 我早该来新西兰了 真的是 是 这国家确实不错 旅游做成这个份上 也很专业了 嗯 看一下 冰淇淋 沙拉 哇 来 来壳冰淇淋吧 一个球 我这个位置嘛 非常好 就看着那个喷泉爆发 吃着 嗯 冰淇淋 看着奶油蛋糕 嗯 感觉这一份吃完得碰一斤的感觉 是吧 全是奶油 但挺好吃的 嗯 多吃这碗 还得多抱团 快七点钟了 好像要出发了 都吃饱了饭 好了 正式的进去参观了 这安排不错 吃饱喝足了再进去 基本上 开始了 了 我 就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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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不 郭老師我мер不 北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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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結婚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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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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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